我不晓得大家都不会否认自己有灵命低谷的经历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不会否认自己掉进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很久走不出来 那为什么 如果真的像我们讲到的时候 Anytime you can make a new turn to God 我们应该立刻就可以回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办法立刻就回来 为什么 我还是要说应该可以立刻回来 我们应该操练立刻回来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立刻回来 那我这里简单地也是列了几个原因 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 讲到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认为说 有点低落 有点情绪不好 难免的 小事 或是我每天喜欢打草电玩 或是到网络上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很多人都这样 这是这个世代 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代 这就是这个世代 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它 我们轻看了它可能带给我们的伤害 第二个 我们可能舍不得脱离这些造成我们软弱 造成我们低落的原因 就是说你可能已经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你自己舍不得出来 例如说 罪终之乐 让你贪恋 虽然犯罪得罪神 犯罪会很痛苦 犯罪一定有它的结果 决定不能忽略它的consequence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当下 其实犯罪 圣经上说是享受罪终之乐 它会给你快感的 它会给你相当程度的快乐的 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犯过罪的你可能都知道 在你犯罪的那个moment 那个时刻 罪会让你里面有一种放纵解脱的快乐 你会享受 你有时候舍不得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独影走不出来 色情影走不出来 阴影走不出来 酒影走不出来 因为在那个当下 这些东西带给它快感 我舍不得放 虽然我知道我错了 虽然我也想出来 但是那个想不够强 因为那个快乐还是吸引我 大过了我里面想出来的 这个力量跟意志 第三个 对不起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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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得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当我落在这样子的 低落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些 我平常得不到的 例如说别人的同情跟关怀 你天天叫病 我这个病那个病 人家就来关心你 问候你 做吃的给你吃 大家去一个地方 只有一把椅子 就是你坐 你坐 你身体不好 让你坐 我们也很享受这个 你不要以为没有这样子的人 我真的碰到一些人 一天到晚 讲这里 软弱这个病 那个病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你越同情它 你越喂养它的肉体 你越同情它 它越走不出来 因为它就是靠这个活 有的时候需要狠心断来一下 不然我们里面 就赖在这里面走不出来 我们的自怜 我们的自爱 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舍不得 第三个 我们担言 就是担言 这个惰性 或是担言 不是 担言是人的惰性 但是它更是仇敌的诡计 大家要记得 拖啊拖啊拖啊 这种担言是旧造的惰性 但是更是仇敌的诡计 担言造成亏损 妥协带来危机 这是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 你发现他们都在那里得地得地 但是第一章 四世纪第一章讲了这么多 只是犹大支派没有赶出什么人 只是变亚敏支派没有赶出谁 只是伊法连支派没有赶出谁 只是什么没有赶出什么 他们都留下了一些 舍不得除 不想除 或是任凭它存在 所以担言带来了亏损 妥协带来了危机 因为这些没有赶出去的 没有除掉的问题 它会成为我们 乐下的荆棘 脚下的网罗 眼中的刺 这是圣经的形容词 眼中有刺多痛苦 脚下有网罗多危险 乐下有荆棘 多么不自然 这是仇敌的诡计 所以我们单言 单言 单言 拖延